皇上皇太后驾到 你就不必跪了 怎么称呼你啊 大总统啊 还是 您就叫我松文 您是已经退位的王太后 我是下野的前总统 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 就是都是民国的普通公民 我和皇上还是很感谢你的 你的南京政府 对我们娘俩的待遇 还是很优厚的 小德子 太后 请先生坐吧 这都是袁世凯得以从中博旋 我们 你少跟我提 别跟我提他 您慢点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老佛爷在世就说了 袁世凯手术两端 这是一针见血 你追啊 你 共和国能够顺利建成 清王朝能够全身而退 这在世界历史上 都是没有先例的 在这一点上 您跟袁大总统 都是有功劳的 功劳 孙先生此话差异 大清江山断送在我们娘俩的手上 你跪下 且不说罪人 跪地 谈何功劳 不然 在世界历史上 从专制到军县也罢 从专制到共和也罢 国变之后 还能如此尊重李玉前退位者 别动 别动啊 唯我中华民国也 先生今天来 是承信弃我的办 你不许动 您看来是生病的 请这医生看看 对好了 一台脏 不用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德公公啊 你劝劝你家主人 常出去走走看看 散散心 会好一点 看在孩子里面